恭喜二位成合法夫妻 画面中的人是婚姻登记员颜红利 上班不到半小时 她已经为两对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 8月22日正值七夕佳节 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 每逢这样的节日 颜红利都会提前到岗 怀着紧张又激动的心情迎接一对对新人 我今天是就是大概就七点半左右我就到了 把这个结婚证都准备充足了 然后这个章我都是昨天就把那些证件都盖好了 然后同时也就签好字 然后就等待着今天这个业务高峰日 高峰日就是也是也激动也比较紧张吧 激动就应该可能就是也是 又可以见证这么多新人的幸福时刻嘛 然后紧张也是因为毕竟这个高峰日 人流化就会比较多 然后也是有一定的工作压力 颜红利告诉记者 今天的婚姻登记预约量接近400对 是平日的2-3倍 他估算今天总共要为大约40对新人的结婚证盖上纲印 说起这份工作的难点 他笑称与其他部门不同的是 他们需要格外注意办理过程不要速度太快 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可能如果要是速度快也怕这中间比如说有一些小疏漏啊或者是说当事人就是对这个服务的这个就是速度太快会不会有一些不满意啊什么的我们也会比较紧张就是也会注重他们的这种结婚他们更希望就是体验感或者仪式感更强一些吧 办得快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太快了然后所以后边我们也是就是像都会建议他们去那个班证仪式他有一个宣誓比如读试词的这个过程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仪式感更强 颜红莉所在的西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拥有十余个独立的登记窗口平日不仅办理结婚业务也办理离婚业务 他坦言自己的心情确实会因业务类型不同受到影响每逢七夕这样的节日他都是发自内心喜欢上班 可能办理离婚的时候确实也会有一些压抑办理结婚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开心就也会被他们这个幸福感传染 然后就是他们都是喜气洋洋的然后我们也会觉得就是特别就被这种喜气一直都萦绕着吧 然后尤其像这种就是登记高峰的这种人心人又比较多就大家也会觉得一天虽然有一些疲惫但是心情还是愉悦的 颜红莉成为婚姻登记员已有十年时间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份枯燥重复的工作 日常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直面家庭矛盾耐心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他的职业价值感所在 像遇到这种比如有隐瞒婚史的这种情况 我们要分析是他是他是说他自己这个材料他没有带还是说什么情况我们也会委婉的提醒一下包括说在离婚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是一些家庭矛盾 然后如果我们要是能运用自己的知识帮他们调解一些化解一些矛盾就是能够挽回一些家庭我们自己也会觉得还是挺挺有成就感的吧 感谢观看